升級卵靜 其實大家見到最近的市況都 如之前所說都比較偏淡一點 其實我覺得這個淡風會繼續持續下去 其實大家都開始見到一些商品類別 就好像上星期所說就開始跌了下來 特別有些油、銅、CL和HG那類 而一些相關的股份包括883 或者一些銅股299都開始散了下來 其實市場開始在擔憂衰退的風險 正在增加了 而另一邊的商就是 英國那邊也會有些英鎊上的波動 其實大家也會開始擔憂欧洲 或者英國方面的穩定性問題 市場的恐慌程序就開始麻煙了 薪市波幅指數也很難得地終於開始上升 大市就開始出了方向 再加上指數其實已經跌積了 我們一路所說的 就是24個月保力加通道的底部 那跌勢是有機會加速的 那如果去駁這個跌勢加速 會運行得快些 向下的速度會大些的時候 其實一些叫做比較穩陣的股票 就是可能過往來說一些比較 大家當是安全資金停泊的地方 都會開始有些資金抽搐的局面 因為現在完全是一種叫做 的情況 即使你多穩陣都會抽資金走 那所以見到 例如白白三那些 是今個禮拜都會跌得比較急些 而另一隻呢 其實叫做港股的避風堂 941其實技術層面都開始轉淡一點的 那特別是941其實也跟883類似的 就不停地去攻破這個 叫做保力加通道中軸 但是就跟883我上個禮拜講的情況一樣 就是穿不到那個保力加通道中軸 而不停在中軸樓上有些沽壓下來 那MACD的divergence 也都開始向下叫做拉闊著 那特別是MACD的快線在零線樓下擴闊著 也都是中軸碰到壓力 那現在是51元左右 其實要供下去 一個叫做保力加通道的底部 都大概要跌穿50元這樣的局面 那跌穿50元的時候 那它不會一跌到保力加通道中軸就停的 可能會超過一點 就是去到49元左右的局面 那所以以現在計 向下都還有兩個多的一個直迫空間 而反過來向上的 可能大概52.3左右 其實就已經叫做升破到保力加通道中軸 也都升破到早兩壓的一個叫做上方的一個阻力 那也都會轉好 那屆時也都可以進行指示 那所以直迫率計 都接近叫做1比1.5這樣的情況 那再加上其實市的底部比較差 那去追其他膽倉 就不如嘗試就是看會不會在這種miss off的情況之下 就令到一些叫做較穩陣的股份 都有些資金抽搐的部分 我就覺得會是暫時叫做安全一點的打法 廣告自從穿了18000點之後 走勢持續到偏遠 繼續在低位度徘徊 上個星期 80後頭機客Alan 就和大家推計了一隻883的膽倉 今個星期 技術上差不多的部署策略下 就選了一隻舊41的膽倉 至於論證部署方面 都是建議大家 對於一些舊經濟股 都可以減少一些 中長年期少少的潑論做回部署 來減低時間值選號 就好像上個星期 Alan體坦883中海油 有機會跌穿10元到9.4的位置 如果大家繼續體坦中海油的話 都可以繼續參考上個星期提供的 883中海油潑倫選擇21624 21624就是中海油的潑倫 全世界在8.4號吧 到23年5月中才到期 實際槓桿都避到3倍多的流少 如果大家是體坦整個大使 或者是指數的話 都可以不妨參考一隻 刑副基金的潑倫選擇15901 15901這隻刑副基金的潑倫 行使價是16元附近 都其一去到23年3月尾 實際槓桿都可以避到5倍多流少 危險 再見 再見 感谢观看